各位鼎姐妹你們好 我們又開始今天這個網上的《色經》的討論會 我們仍然繼續講到 倉俄恩賜 我們講到高林多前書12章最後的一個恩賜 就是番方言 那就是在高林多前書12章第10節那裏講到 又叫一人能翻方言 那因為呢 我們之前講到在《色經》第二章那裏 他們講的方言是別國的話 所以他們不需要翻譯的 但是在高林多前書14章那裏講到 方言的時候是講到需要翻譯 所以是另一種預言 是講說神的奧秘的事 所以是需要 當為帶領聚會是需要翻譯的 那 但是因為很多時候方言是 是一種 就是去親近神的方式 就是很多時候是 基督徒講的方言就不是用來教導的 所以是很多時候是不需要翻譯的 就是只是一個 我們和神的關係 造就自己 所以就會 不需要翻譯的 就是只是造就自己的 但是有些情況 但是有些情況 我見過一個人呢 他是用方言教導的 那有一個子妹在他旁邊 是不斷用 不斷翻方言的 我也請過這個子妹跟我翻方言 他說你這些方言經常都是講我耶穌 所以他說沒有什麼特別的內容 但是那個 很多個 說到那個人呢 他們那個內容 他那個內容 就有很多樣東西的 那那個人一直收到這個訊息 那 在我接觸的人中 就是說 他告訴我 我只懂得這一個人懂得翻方言 其他人我沒有聽過 只是說 因為多數情況人們都一直在讚美神 親近神 所以就沒有什麼需要翻譯 所以就變成這個因事是比較少見的 講到關於翻方言 我就有這麼多話說了 因為是一個神賜的禮物 有些人真的能夠翻方言 就是我們多親近神 或者神將這個恩賜賜給我們 但是我認識的很多人都沒有這個恩賜 OK 有沒有人有問題想問? OK 如果沒有問題問 我們就去下一個經文 我想有個問題問 我要一次認識那個姊妹 她都是在聖靈友帶領 聊天 然後說了她問我懂不懂 講方言 我說我懂 然後她就介紹了一幫她的朋友 就是一幫朋友都是基督徒來的 帶領我去聚會 把這件事公開講出來 很多的問題想問我公開的 我覺得是有點被冒犯 我覺得是有些被冒犯 而是說那個教會 就是講方言 教會 因為我初初第一次有這樣的經歷 就是不懂得保護自己 因為都是傳統教會 全部傳統教會 就是有一種質疑 或者你如果講方言 人家不懂得怎樣怎樣 就是這樣會問我 好像 這個我很不舒服 我很不舒服 你明白嗎 知道 你想說什麼 還是想問什麼 我想如果真的遇到 因為有時候不小心 說出來 不可以說不說真話 因為是基督徒 這個很需要智慧 因為特別是傳統的教會 其實有些地方不知道 覺得你懂得講方言 很多的 怎麼想問你 就是質疑 你懂不懂翻方言 有沒有人跟你翻方言 就會有這樣的問題 我說我初初懂得講方言 我方言是神給我的恩賜 我是做做我自己 建立我自己先 OK 是 好 那你 你是不是想叫我 就是想我回應你 我們基督徒遇到這個情況 怎樣回應 是不是這樣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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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事 好 那我先說 OK OK 好 首先呢 就是 我想說呢 就是 我們隨時做好準備 我們隨時做好準備 就是我們知道 神呢 就是在我們身上做的工作 我們方言呢 就是我們整個生命都改變更新 我們跟神關係是好的 那我們回應的人就說 我跟神有密切關係 我又真是處理生命 我又真是呢 更加願意遵從神和侍奉神 所以呢 我們經歷 聖靈充滿和經歷方言呢 都是對我們有益處 我們看不到任何不好的地方 好 那只要說 講到呢 即是說 方言 有沒有翻出來 那這個呢 在 方文多前書十四章那裏呢 就有講到的 就是在聚會的時候 翻出來 在十四章十二節那裏 講到就是 切無屬靈的恩賜 講方言的 就當求著能翻出來 第十三節 我又用方言討告 是我零討告 但我的誤性會有果效 其實十二節那裏講到就是 當求多德造就教會的恩賜 即是說呢 當我們 普羅講到比較兩個恩賜 一個就是方言 一個就是 說語言 其實那裏才講到 其實原文是說語言的 不過因為傳統教會是接受不了 是 講語言 這個講語言可以兩個意思 一個意思就是 就是 講到 神要講到關於將來的事 或者是 神對當時有一個 先知性的訊息 就是說呢 是 教導那些人怎樣回應神 叫那些人怎樣悔改 遵從神 然後就比較這兩樣的時候 就講到 謊言是需要翻出來的 如果不翻出來的話 是沒有益處的 所以這個情況講到的時候 是講到在聚會 即是帶領聚會的時候 為了聚會的人的益處 如果用方言他就要翻出來 但是他私下討告的時候 他根本不是帶領聚會 即是他現在不是造就教會 他是造就自己 造就自己的時候 是不需要翻譯的 那麼這個經文所講的要翻譯 就是指到 當我們 即是在聚會上 是想要來造就人的時候 或者是要來帶領聚會 要來和那些 弟兄姊妹傳遞訊息 這樣的時候就要翻出來 如果不是人就不知道了 所以在十二、十三節那裡講到 就是說 第十二、十三節就是 要當求多德做就夠的恩賜 那說謊言就當求著能翻出來 那麼就 第十六節那裡講到 你用靈足謝那在座不通謊言的人 既然不明白你的話 怎能在你感謝的時候說阿門呢? 那就是說在這個聚會裡面 給大家人大家都聽到的時候 講謊言 就是想去他們傳遞訊息的時候 就需要翻譯了 但是如果不是這個情況 只是自己在這裡 自己祈禱的時候 就不需要翻譯的 那麼這個經文只是講到 造就教會 讓那些教會的人 聽到能夠明白 是一個這樣的原因 所以我們就告訴他們 我們講謊言 現在不是一個 不在那裡帶領聚會 那麼我自己也都鼓勵大家 在公開的地方 除非那群人全部都是在那裡 接受謊言 全部都在那裡 講謊言親近神的 如果不是我們在這些情況 就不要講謊言 大家留意到我在聚會 我是沒有講謊言的 因為為什麼呢? 如果我帶領聚會 我要講謊言 我就要翻出來 所以我就不想引起這個問題 而我自己覺得 當我用靈討告的時候 一樣是達到神那裡 所以我不是一定要 需要在那個時候 用謊言討告的 這個就是我的回覆 而我們每個人都應該準備好 講到我們經歷聖靈 對我們的益處 就是等人問我們的時候 其實當人問我們的時候 就是這個時候 我們可以作見證 講給他聽 聖靈充滿對我們的幫助 聖靈充滿了兩大幫助 第一幫我們的靈命 我們隨時經歷到神的臨在和工作 這是第一個益處 第二就是我們更加容易興起人 還有更多機會侍奉 就是經歷聖靈的人 當他們為人祈禱的時候 更多人經歷到平安、興省、安慰、醫治 釋放、趕斜靈 更多經歷到這些真實的工作 所以在經歷聖靈的人的侍奉 是更加得力的 也都隨時可以得力 也都能夠訓練人 所以或者應該講三樣的後果 第一個後果就是我們 跟神關係更加密切 隨時得力 第二就是我們侍奉的時候更加得力 第三就是我們可以訓練人 都更多人可以進入侍奉裡面 這個就是我們隨時回應人 講到我們經歷聖靈的益處 而謊言是造就自己的 所以我不是 就是我跟人說的時候 我不會去說謊言這件事 這件事對於他們是沒有益處的 我是會說什麼呢 我會經歷到聖靈的平安、興省、喜樂、愛 經歷到和神密切的關係 就是如果我向人介紹 聖靈充滿我會怎麼介紹呢 譬如我會講到 當這個報道家為我按手祈禱的時候 我經歷到很大的愛 讓我知道我們和神可以有這麼大 這麼強烈的關係 就令到我很有動力繼續去親近神 而當我繼續親近神的時候 繼續用心靈誠實敬拜神的時候 我就發覺我可以隨時經歷神的喜樂 力量、激勵、動力 生命很大改變 以及幫助人的靈命、侍奉 是更加有效的 和以前比起很大的分別 因為以前主要是用言語教導幫助人 但現在是會為人祈禱的時候 他即時經歷到聖靈的幫助 所以是對於侍奉很大的幫助 可以提升人的靈命 也都在經歷聖靈之後 是提升很多人的靈命 這個我們隨時做好準備 當有人問的時候 我們都可以這樣回答 OK 有沒有人有問題 牧師 我也有個問題 我想問一下 例如我自己講謊言 怎麼知道自己真的講謊言 還是自己動的呢 也不知道是不是真謊言 所以我就說 所以我就說 在聖靈充滿的時候 他出來的 就是愛慕神的時候 聖靈充滿的時候就是謊言 還有開始謊言的時候 千萬不要模仿 不要想去說 試一下說 是真的聖靈充滿的時候會說 那我自己是這樣的 我聖靈充滿我隨時可以 好像讓聖靈的能力去到我身體某一部分 如果我讓聖靈的能力去到我的嘴裡 我即時就會震 我即時會震 那這個就是聖靈的能力去到我的嘴裡的時候 那我就會震就會發出謊言 那這個就是我們可以學習到的 哦 明白 那是不是都是自己的意思帶動先的 我覺得現在聖靈充滿了 我要去到我的嘴裡 那我就震我的嘴 那這樣講就是真謊言 要不要自己的意思帶動 可以自己的意思帶動 意思帶動就是 我讓自己可以說謊言 但是我們不是模仿謊言 我們不是嘗試 就是好像弄一些謊言出來 而是讓聖靈帶領我們去說謊言 哦 好了 我明白了 上次你為我按手討告的時候 我覺得輕飄飄 然後我的嘴裡自己想動 那我就說謊言 那些可能是真謊言 是啊 是啊 好 被聖靈充滿了 是啊 是啊 我們都是說謊言 不是好像就這樣 就是有些人他們說慣了 隨時都說 但有時候他們是不是習慣性說呢 所以我都經常說給別人聽 靈向著神 感激神 愛無神的狀態之下說謊言 明白 OK 有些人是隨意說的 好像說話那樣說的 是啊 是啊 好 我們一起祈禱一下 親愛天父 多謝你讚美你 因為你想使用我們 祝福我們的生命 祝福我們和你的關係 求主幫助我們 全心愛你 時時親近你 就能夠時時被聖靈充滿 也都讓聖靈充滿 更新我們的生命 更新我們的事奉 讓我們真是被人知道 聖靈充滿的益主 聖靈充滿就是和神有密切關係 怎樣更新我們的生命 怎樣使用我們的生命 發揮我們的生命 我們就整個生命 可以全然的提升 至於幫助我們 走在你完美的計劃 聖靈充滿是真的幫助我們 能夠踏出 能夠踏出來 是更大的被神使用 祝福更多人 多謝天父 感謝天父 求主賜給我們信心 相信你很想使用我們 也都賜給我們動力 去更大的發揮生命 讓我們不要走懶不結果子 而是時時作美好見證 也都能夠隨時影響 鼓勵周圍的人 讓他們都經歷到聖靈的祝福 讓他們看到聖靈充滿一件美事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感謝天父 哈利路亞 感謝耶穌 祈禱奉主耶穌聖名阿門 講到說 譬如我和人介紹聖靈充滿 我是 我直接不會提謊言 因為謊言他們有的時候就有了 他沒有的時候我提是沒有意思的 但是我說到可以經歷 隨時經歷神的平安 興省喜樂 喜樂 動力 能力 或者醫治 或者趕邪靈 是幫助人靈命更新 那這些對他們來說 是聖經有講的 方言都有講的 不過方言就是造就自己 那這些是他們會看到的益處 要點就是聖靈充滿是帶來益處 不是只是一個經歷 所以我們講給別人聽的時候 我們不是去 就是說我不會講方言 他聽到你會講方言 那這個就是我們強調的地方 就是經歷到聖靈的工作 和對於我們生命和事項的提升 而不是只是說到我們講方言 OK 何雨 《虛側的專頁》 《虛側的專頁》 怎麼能講的 weet等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